直播玩游戏需要什么级别的显卡 我们以PS5为例 游戏产生的画面是由PS5计算的 不需要电脑 电脑显卡只负责编码 其实这活难度不大 因为我们国内的直播平台 大部分都是1080P的分辨率 最高也就60Hz刷新率 码率一般也就是10Mbps或者8Mbps 这个级别的编码水平 目前市面上绝大部分电脑的核心显卡 都是可以胜任的 如果你有独立显卡那就更好了 实在没有用CPU软件编码也可以 我知道大家都是想把游戏的画面 变得更好看一些 这个要看采集卡 比如我现在正在用的这个采集盒 它是阿卡西斯的VC009 Pro 用它直播的时候 可以实现1080P30帧的RGB色彩 各位要注意色彩选择RGB 这样可以最大的还原PS5的画面 好 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采集卡 阿卡西斯VC009 Pro 这个采集盒其实它是支持4K30帧的 因为直播用不到4K 所以我把它降到了1080P的30RGB 这个小家伙是我截止到目前看到过的最小的4K的采集盒了 它是全铝合金的金属外壳 两侧有散热孔 Type-C接口是USB3.0的 一个HDMI的输入 一个输出 环出支持4K60 前面板一个麦克风入口 一个Line-in入口 一个3.5mm的声音输出 最后是个Switch开关 它这里面有一个涡轮风扇 可以给它散热 从两侧散热 这个风扇声音很小 而且散热效果比较好 建议打开 如果你有游戏直播需求 可以考虑一下这款小采集卡